容嬷嬷终于翻身了 她当年扎的三个人 两个人已经出事了 更有网友表示 容嬷嬷当时下手太轻了 看过还珠格格的朋友 对于容嬷嬷争辞子微的片段 一定记忆犹新 当时一针一针看得直叫人头皮发麻 那一段一度成为了儿时挥之不去的梦魇 而容嬷嬷也成为了儿童时期最讨厌的角色之一 在李明奇老师饰演完容嬷嬷之后 却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困扰 去菜场买菜 有人拿鸡蛋砸她 走在路上 也被人说成死老婆子 就连孙子都不敢让她送去上学 现实中李明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今天我们来揭秘李明奇的幕后往事 1936年 李明奇出生在辽宁丹董 家里有七个孩子 李明奇是大姐 十岁那年她父亲去世 最小的弟弟才五个月大 家里八口人没有任何收入 为了生存 11岁的李明奇就接过了父亲的重担 打零公养家 1953年 在机缘巧合之下 李明奇加入了抗美援朝宣传队 就这样改变了她今后的人生轨迹 进入宣传队没多久 李明奇遇到了一位苏联来的老师 在老师的教导下 他频频拿了多个奖项 两年后 大方异彩的李明奇 便晋升到北京中央乐团 接受更高级的训练 没想到这时却发生了意外 李明奇因为生病 暂时无法唱歌 领导把她从歌剧团调到了话剧团 就这样 李明奇正式开始了她的演艺之路 1960年 24岁的李明奇 出演了首部电影《十二次列车》 在片中饰演列车员小叶 它是新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 首映的国产大片 据说当年有50%以上的老百姓 都观看过这部电影 1987年 51岁的李明奇被邀请参加电视剧 《便衣警察》中的郑大妈一决 当时她听到消息后就哭了 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拍摄场面 这次和以前拍话剧的方式不同 她害怕自己演得太过 演不好 导演鼓励她 让她放心去演 有自己在没问题 李明奇这才放下心来 电视剧最终获得了第八届 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 和第六届大众电视精英奖 而李明奇也凭借这部电视剧 获得了金顿奖 第一次的成功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鼓励 在之后 大荧幕中经常能看到李明奇的身影 进入90年代后 50多岁的李明奇老师 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她先后两次获得国家文化部 专门为戏剧设立的文化奖 这对一名话剧演员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肯定 而后又两次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主办的电视剧《飞天奖》 正当李明奇以为自己的演艺生涯 会和别的老戏骨一样安稳度过时 没想到却因为太过敬业 而陷入众矢之地 很多人听到李明奇 可能都不知道她是谁 但说起容嬷嬷 大家便会想起她那猙獰的表情 其实李明奇的坏人之路 在容嬷嬷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1996年 她出演央视版电视剧《水浒传》中的王婆一角 当时对于出演这样一个人物 李明奇觉得压力非常大 如何把这个朴实人物之下的坏劲给演出来 成了她最头疼的问题 尤其是王婆记错西门庆 淫妇耀镇五大郎 这一《水浒传》里最为经典的片段之一 如果拿捏得不到位 一定会影响电视剧的可看性和口碑 为了演好王婆这个角色 李明奇没日没夜地琢磨 有一天 她在食堂里碰到了康洪雷副导演 康洪雷告诉她 好人做出坏事才更招人恨 李明奇听完之后恍然大悟 她饰演的王婆阴险狡诈 又会见风识舵 真实又不觉羞耻 将王婆这个底层人物的坏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毫不夸张地讲 她饰演的王婆绝对是中国影摊 首屈一指的经典角色之一 当时拍摄还有一个小的插曲 李明奇洗澡不慎被烫伤 后背胳膊腿全烫了 当时整个导演组只能心疼给她买药 却并不能延缓拍摄计划 该拍的戏一天也不能耽搁 所以后面几场戏 李明奇只能顶着伤上场 在武松杀过西门庆和潘金莲之后 王婆被压着跪在地上 结果摔得腿哗哗流血 三层裤子都浸透了 在拍摄王婆压付刑场时 她跪着被绑在行车上 血水一鼓鼓地顺着腿往下流 厚厚的棉裤和腿垫的东西染红了一片 直到现在 她的腿上还有当时留下的伤疤 因为李明奇的敬业精神 许多剧组都会找她拍戏 1998年 李明奇接到了最让她苦恼的电视剧 《还珠格格》 其实容嬷嬷最开始另有人选 结果在开拍前一天 那位老演员突然生病 剧组急得团团转 有人提出 要不就找《水浒传》里面的王婆吧 因为在潘金莲给武大郎灌药时 她帮着掐脖子那个狠劲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结果李明奇到了片场后 张铁嘴看了摇头 赵薇看了摇头 林心如看了摇头 所有人都不看好她 因为她长得太慈眉善目了 在试换戏服时 服装师也没看上她 不给她拿衣服 服装师在那边 你不要动好不好啊 我就这么看了她 她就说 你好面善哪 我明白了 她没看上我 我就想了 给她看看 让她放心 我就朝着她 我就是 我说你 看戏吗 进了剧组之后 她专门为容嬷嬷这个角色 写了一个小传 她对皇后的忠心 不仅仅是一份主仆情分和职责 更有一份母女深情在内 所以说 容嬷嬷对格格们有多坏 对皇后就有多好 她的恶全部源于对皇后无私的爱 让大家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拍摄扎紫围的时候 当时一针一针 看得直叫人头皮发麻 这一段一度成为了 儿时挥之不去的梦魇 可当年在拍摄那场戏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几条拍下来 她的手掌心已经变得红肿 她都默默地自己承受 后来还和善地给林心如道歉 怕自己太过用力弄疼她 由于容嬷嬷演得太成功了 李明奇老师的名声彻底的坏了 去菜市场买菜 有人竟然拿鸡蛋砸她 走在路上 也被人说成死老婆子 一次她出门打车 司机师傅开始不确定是她 后来确定真的是容嬷嬷 直接说道 要真的知道是你 我才不拉你呢 最让李明奇老师感到心酸的是 她的小孙子都不敢让她送去上学了 随着李明奇老师的再度走红 她摘掉了容嬷嬷的滤镜 让更多人知晓 蓝色妖肌中心狠手辣的慈禧太后 家有酒缝中敢爱敢恨 泼辣干恋的初妈妈 胡扬女人中洞察人间百态的塔纳奶奶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悲剧还是喜剧 大人物还是小龙套 只要有角色需要李明奇老师 都敢于进行尝试 因此还有着百变老太的称号 她的演技已在塑造的无数角色中不断提升 赢得了观众和业界的一致好评 2013年 她获得了全民奥斯卡 中国UGC传播大奖年度最佳表情奖 她还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员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铁路文工团 话剧团 国家一级演员 前段时间 李明奇老师上了热搜 不同于其他明星的八卦绯闻 这条热搜显得格外清奇 在北京的公交车上 她站在扶手旁 正和别人亲切地说着话 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朋友 想把座位让给她 李明奇立刻转身 阻拦按着小朋友的手臂 让她不要起身 这条视频已经爆出 就达到了2.2亿次的观看 有3.5万网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都纷纷称道 不愧是老艺术家 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李明奇老师 虽然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但是她身为一代老艺术家的风范犹在 她少年时遭受贫苦磨难 中年时又因为演技太好 成为大众眼里的坏人 但无论处于什么环境 她都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善意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祝李明奇老师身体健康 经典永不灭 风范代代传 视频结束 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关注我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